今天这一期节目要来跟你讲 我们要怎么样读懂别人的笔记 也就是你可能会去网路上购买笔记 或者是跟朋友要他做的笔记 你的朋友同学可能是已经考上的 或者你考的是升等考 有一些学长或者是学姐 留下来给你的一个升等考的笔记 那如果我没有人给我笔记 那我大概率就是在网路上下载 或者是跟别人买 那为什么想要买笔记呢? 第一个原因啊 你可能没有时间做笔记 读书很忙 所以没有额外的时间再来做笔记了 尤其有一些考生因为他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家庭 然后还要再抽时间读书 确实时间是非常有限 但也有另外一种人 他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他其实想要买笔记 就是为了要投机取巧 或者是他想要求速成 别人帮我做笔记 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 想要买笔记 你都不能忽略 买笔记呢 有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不懂他的笔记 看不懂的原因有很多种 但是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 这是别人的过程不是你的 也就是他做笔记 他的思考脉络 他的想法 都是他自己用心揣摩 琢磨 整理 归纳 系统 分析出来的 所以他的过程不是你的 你就可能很容易会看不懂 如果你又是求速成的人 你就会很容易放弃 觉得这个笔记没有用 所以你要买笔记 又要看懂别人笔记 其实有一个核心 你自己需要有一点实力 如果你实力不够 你就不知道他这个笔记的原理原则是什么 如果你的实力充足了 那这个笔记你就看得懂 你会去想他的脉络是什么 所以当你的实力充足 你在看别人做笔记 你就会理解这个作者脉络 当然你还是要用心去了解他 为什么是这样去整理 所以这个笔记 就会对你来说是有用的 否则就会怎么样 这个笔记对你来讲 就会只能参考 你可以参考别人是什么做笔记的 他是怎么样来做记号 怎么样整理内容 你就会有一个参考的概念 其实参考也是一种学习 或许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笔记 不知道从何下手 你去买一本笔记来看 你就可以学习到一些方向 一些观念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 好 如果我都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 我要怎么样看懂别人做的笔记 首先你要了解 刚刚我们讲 就是你知道对方的架构 结构 你要知道他笔记的系统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你至少要了解他的一些记号 标号 颜色 逻辑 基本逻辑 他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呢 这时候你在对照参考数的单元的内容 去对照他做的笔记的内容 是怎么样分野的 这个分野呢 你多看 了解了他的注记的脉络 再看他章节的编排 对照参考数据做一个对应 这时候你就会找到这个人啊 他的个人化的系统 或许他会编出一些 你很难理解的口诀或者记忆的方法 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去看懂他的整个架构跟脉络 所以当你看不懂的地方呢 你可以先跳过 尤其这种很个人化的东西 常常是你看不懂的 没有关系 跳过 大单元的方向的笔记 总是会有一个架构 一个系统的过程 然后呢 你在最后去总结 他这个笔记的重点在哪里 跟复述他的重点 简单说 如果我们想要偷懒 不想做笔记 或者你有一些实际上的困难 做不了笔记 可能要去承接别人的笔记 或购买别人的笔记 你就必须要尝试用那个人的观点 然后去看他的系统 同时你也要具备一定的实力 你才有办法理解他是怎么做的 然后你还要再拿参考书 来对应你这个笔记的系统 他的个人化 他的系统化 他是怎么样思考 怎么样做笔记的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想要跟你分享 如果我想要看懂别人的笔记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思考 怎么去做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集见